1995年 我考入了台北市立国乐团 那当时呢 其实对我生活上最大的改变就是 因为在之前的那个十年 我在台湾几乎都是 以教学为主 然后就制作唱片 行政工作比较多 然后进了北市国以后呢 我就变成了要专业的要来演奏 所以呢也在演奏方面又提升了不少 2000年以后呢 我又觉得台湾的 洋情的学生越来越多 然后需要有一个组织 所以当时在向祖华老师啊 跟江吉松老师的鼓励之下 我也发起成立了台湾洋情协会 那我担任 首届跟第二届的理事长 来推广台湾的整个 整体的洋情事业 到了2013年的 也就是今年 我们台湾洋情协会呢 又转型成为台湾洋情发展协会 由陈思宇老师担任理事长 他带领我们 办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活动 就是世界洋情大会 那为期四天的世界洋情大会呢 各国的洋情演奏家来台湾 集聚一堂 大家互相交流 非常的快乐 然后在世界的洋情史上 也添了一笔 这是我觉得很自豪的一件事情 谢谢你 谢谢你